欢迎收看《兄弟邦》 上集司徒发正师傅在这里讲饮讲食 但原来Penny,你知道师傅对养生之道非常有研究 究竟透过饮食是否可以吹吉鼻胸增强运势呢 今集继续有师傅指点迷津的,师傅 欢迎,师傅 大家好 师傅,你好,师傅 师傅,五行,人有五行 金木、水、火、土 对不对?不知道吃哪样东西才好呢? 其实来说,食也有分 刚才握手,你的手很暖 你看看他的手,你的手很暖 你看他的手冰 他吃得不好 他穿得不好 他穿着大佬 他今天是说10度 他现在是穿着衣服 这件是薄的,没有东西 他显得健碩 不过来说,为何我近年比较注重呢? 其实在道家里面,我们很讲究平衡 不论做任何都讲平衡 你吃里面,加上我有时候去很多地方 我记得我曾经拍一些集数里面 也有一些地方,那些人很长寿 是,来哪个国家? 在中国,云南,贵州 你不要有那些穷的地方 日本,马来西亚,很多地方 台湾还是很多的 来说,他们有一些年纪很大的人 精神很好 说的是一百零多岁 是的,没错,起码都要一百岁 最低限度,最小的都要九十八 才算是对的 但他们最紧的精神很好,为什么呢? 我很多时候会跟他们聊天 因为我自己是学度的 我加上对玄学自己是喜欢的 有时候我都会问 到底为什么你会这么长寿 他们很多时候告诉我 到底要吃什么? 他们很简单的 有如吃粥、米、粟米 这一类的东西 它很简单的东西 越清淡越古味精 越清淡,没错 那变成了有一件事 我在那个时间,我都很多时候留意着 我自己都说了 我自己是什么都喜欢吃的 除了辣椒米 但是一样东西 可能吃得多 太好饱了 尤其是餐数就吃得多 今天早上一二十多人 可能要是吃五、六餐 吃七、八餐 那你吃一吃一吃就很重要 那变成了自己有三高 三高、血压高 各方面的东西 那后来我就 开始比较上多些去参考 或者听听别人说 注意一下自己的东西 是的,没错 那吃一些比较清淡 那清淡一点来说 其实很多人都说 其实原来真的来说 人来说 是有分了五个类型 那吃东西就很有趣的 那我们比如一个人 在风水各方面的黑 黑那样东西 譬如说 水比较黑火 那你就变成了 那你就不能够 可以用火来充满水 大火的头 那些水就干净了 是吧 那你怎样令到它 是一个很温和的情况 很平衡 很平衡 原来在吃的方面又不同 它黑你 你又要吃它 它是坐黄了 那例如呢 有什么例子 是吧 如果Penny Penny是熟什么 就是怎么计算 比如他刚才说 摸下去 就是手拿下去 那他这个人 比较上实在一点 实正一点 那他属于土类型的人 土类型的人 吃一些金木的东西 那我不知道你 可能辣的东西 那些你会喜欢的 我喜欢的 对不对 那很多时候他就喜欢 那其实来说 会不会说 对他有问题呢 他又没有问题 你吃那些 会坐黄了你自己 但是在坐黄里头 你都要吃一些 比较清淡 就是说 冲和它 只剩辣椒 是的 很清淡 是辣死醬 那就是说 在吃东西里头 其实很多 我们在道家里头 很多的变化 因为为什么呢 吃不止 只吃了身体好 那你去想想 如果那个人 走出来 精神逆逆的 是 那譬如说 又开心的 那他肯定一定来说 那个精神壮大好 是不是 精神壮大好 只有两样 一个就是吃 一个睡得好 那就自然好 那这两样好的时候 带下去 那人就有运气了 那有运气了 那你是不是 在吃里头 就影响了 你的精神 又影响了 你的健康 又影响了 你的精气神 又影响了你的运 那是挺重要的 那我呢 我是属 即是怎么样 你是属于金的 金的 金的人通常来说 比较瘦削一些 瘦削一些 但是他跟火 是接近的 那譬如他 看他指折 有人的指折 譬如说 指折呢 这个地方很脏的 很脏的 很骨残的 那这些火型 就会特别重的了 那所以来说 譬如你金的东西 那你就吃些什么 那你吃一些 比较酸酸的东西 我喜欢吃酸辣的东西 是的 那你吃这些东西 你很自然的 其实人来说很有趣的 有一件事 我们经常都说 你戒口 戒口 其实我心想 真的有时候不用戒口 你饱你自然就不吃了 你对不对 你觉得那时候 你是不舒服 你就不想吃了 除非你咬脾 对不对 我是有糖尿的 不是我特意要多吃 一些糖分的东西 我是喜欢的 那你没得说 那就是说 到你自己想想 自己的命 你再吃下去 不能够碰的 那你自然就会收缩 是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一件事 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做事 有些人说 师傅你给我劝一下他 身体不好 你不要叫他吃那么多 那我们不如告诉他 吃了之后 对他有什么影响就算了 让他自己选 他不能吃就不吃了 是的 你逼他没用的 而且Penny 你说他吃贖金的东西 他吃了我就 吃了你就 你是人 怎样的 不过来说 他变成了 如果他 他认识的女朋友 他带了一个瘦瘦的 那便搬到他 那便可以 其实 将这件事在五行里面 吃 和身体 和运气 很多东西都可以串 对 可以串 所以 Penny 你等下班 快出去 找个瘦瘦 你不会再吃那么多酸辣粉 而你 没有留给他 你讲到五行之后 其实 生肖有没有关系 生肖有没有关系 生肖当然有关系 生肖上来说 但是 其实在五营里面 还要比生肖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生肖 譬如熟鼠 熟什么 你没有来熟鼠 不如熟鼠 我就千万不要熟鼠肉 吃鼠肉 或者见到 不是这样说 不是叫你吃老鼠 就是说 他不是说 在那个生肖里面 就要说节气 怎样说节气 譬如说 我的生肖上来说 我是夏天出生的 夏天出生 冬天出生的 有些师傅 说寒命 金命 这样说 但是来说 其实那个气节里头 出生的时间 早上和晚上都不同 譬如晚上 一个人清凉一些 你吃一些东西上来说 你就要去养 就是说 陰的人 比较陰的 你要吃氧 养他的气 那你要吃一些 補品一点的东西 又不要太醋的东西 那其实 譬如说你夏天 夏天的人 尤其是十二点出生 他的人是自然的 是 自然的 那样的 性格 譬如他金型的人 他自然的 他的脾性上来说 他有时有执着 很急的 他有人做事 一想就来的了 好像你那些也是炮掌 但是你有一样 比如说 带一些土型的人 他做事 在某一方面 他又很稳定的 所以上来说 在吃的东西里头 就一定要 给一些东西 可以和他 又要冲起他 那么在十二生肖上来说 我们很讲 他的气节 他的时间 他什么时间出生 是 就配合哪些食品 给他 那当然 这个小时 没办法说那么多 让我写一本书 告诉你 等着师徒师傅 出书 这件事 但是上来说 其实在一个食 里头 我们说的 叫做人生里头 叫做人体的风水学 是 其实是和这个有关 因为为什么呢 衣食住行 全部都在那里 我们说的食 总之你记住一件事 吃得好 你自然精神好 精神好 自然一定云气好 最重要是精神逆逆 那这件事就是 一定是要 睡足 吃得好 住得好 以及睡得好 比如说 我们在季节很重要 季节 比如说 春夏秋冬 吃的东西又不同 春天是万物生长 但是来说 他 例如你要吃一些比较和的东西 那你就不要说太过醋 因为它是春天 刚刚就万物生长 夏天的时间比较热 那你吃的东西就一定要清淡一些 因为它要养养为止 到秋天的时候 比较干爽一些 那你吃一些比较補的东西 到冬天你就更加 冬天就更加重 但是補过头 就好像你说 你又来了 我记得你流血 你知道吗 所以上来说 我那晚好像打完边奴 其实这个很好的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学问 在最近 除了我自己 拍我自己的东西 很多人认为我说神不说鬼 其实我喜欢吃的 我自己本身喜欢吃 所以上来说 我在吃那方面 我都很多时候 会留意一下 会去看看 到底 在吃里头 会不会帮 在我来说 我会觉得 我自己是今 瘦了身瘦其其知道的 譬如说 吃了我精神好一点 我健康好一点 我自然有很多东西 我做东西 想东西就不同了 那变了有很多东西 就说 哪些是 特别的东西 例如我有一道菜 叫做 五味人生 五味人生 这个菜 有一个师傅 有一个师傅教 其实这个师傅 做的时间 是一个 在农村的师傅 就是在国内 他做了一个叫五味人生 给我们吃 何谓之五味人生 是 你说 甜酸 你数一数 数不到出来 甜酸苦辣 咸咸 咸 对了 没错了 他就用一些 用一些 梁瓜来煮 你吃了 梁瓜苦 是的 梁瓜苦 即是苦瓜 俗称 梁瓜只要一拖拖水 它就淡了 它就带了一点点苦 一点点苦 所以里面 甜酸苦辣 咸 也有 有醋 有糖 有盐 有小辣椒 我这个菜 有机会 我一定教别人来煮 我这个老人家煮的菜 是好吃的 是一个 好像凉拌的菜 都是 你都吃到的 你吃到 你可以 你想味道 你觉得它甘甘的 或者辣辣的 你是完全感觉 五个味道都在 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 因为他本身都很喜欢玄学的东西 其实他说这个五味人生 他就说 说给我们看 配合我们的人生的五行 亦都给你感觉到 其实人的东西 甜酸苦辣 其实什么都齐了 是的 这个送菜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之好 据我知道 应该有一个人传给他 给他一个意念 他在乡下做出来 是蔡兰先生 蔡兰先生 蔡兰先生说给他听 吃黄茜 黄茜 小孩子是最流行的 黄茜 黄茜给你饭 吃了你的腰骨 就好了 你多麻烦都不害怕 很麻烦 不怪得知 我经常吃鸡胸 所以你的胸会大 很厉害 林师傅 你有没有吃过一些奇珍异寿的东西 奇珍异寿的东西 我自己对于山珍海味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例如鳥 或者什么 我自己是小的 但是有一样 我又觉得很有趣的 我就去马来西亚 和新加坡 就对他们过节过年的时间 他们吃一个叫撈起 撈起是什么 撈起很熟 有没有听过 很熟 你先想想 很熟 撈起 其实它是怎么样 它有齋的撈起 齋铺都有 但外面是有 其实吃是一个意头 但是又好吃的 它用一些红萝卜 白萝卜 用一些鱼生 用一些菜 切开一些丝 一些瓜 做完之后 就放在一二三四 放在地方 你一开始吃的时候 它有些蜜糖 有些东西 倒了下去 有些汁类 大家拿着筷子 大家拌起一拌起 就将一些菜 炒一炒一炒 不是在锅里炒 是在碟里炒 即是斗乱 即是斗乱 我就很有印象 很有印象 我觉得香港人 你知道 香港和内地人 都很信意头 我想很快 慢慢传过来 这件事 只是过年 在大折它用 那谁不想撈起 一家人 大家吃饭 过年 一个快点 大家撈起 那些东西都弹起 接下来 大家拿来吃 我难忘一些 很简单的东西 还有很甜蜜 对 没错 这个是很甜蜜 拌起 Pandy 有没有吃过一些特别的东西 没有 但我提起 我想问一件事 是否吃狗肉 会影响了味道 我们不贊成 为何呢 在玄学 道家里头 是很不贊同 第一 狗 我们其实是一个灵兽 其实是一个灵兽 第二 我们很深入 吃狗肉 有些人喜欢吃 身体 为了身体 其实很多东西都能吃 狗肉 这么忠实的朋友 对不对 在我们来说 吃了狗肉 没有运行 没有运行 所以他们俗称 真的 我们很多时候 有时问 我自己做这么久 有些朋友 他自己说 师傅我有什么 我问他有时问 我吃狗肉 我喜欢吃的 那你就经常找我 所以没有运行 我说你不要吃这么多狗肉 不吃狗肉 人的运势 也会强一点 但是 这是一个说法 对不对 不过说真的 如果我们是爱护动物 你想想狗 是一个多忠诚的女孩 也是 你去去吃牠 因为我更残忍 我也见过 例如呢 我去过一个 我们内地的地方 在落后的地方 他们有一些有钱人 他们要吃补品 以前我记得 我们小孩的时候 妈妈很喜欢 炖一些猪脑给我吃 猪脑 炖一些村公 炖一些补品 他说吃了 脑就会聪明一点 他是这样说 但我想吃猪脑多 就蠢了 蠢了 但是猪脑很聪明 其实不是猪脑很聪明 但是有一样 我真的很记忆由心 我去一次 在贵州的山头 他们吃又怎样 他们把猴子吃猴子宴 猴子就是猴子 就是满清 那些菜式 是的 这个不是一定是满清 他们是这样吃 那他们 总而我当时 我真的觉得 我自己忍不住 他一张头像这里 那这个猴子的头就在这里 然后就用刀剃了他的毛髮 剃了它 洗干净它 就剥开脑 剥开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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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剥开盖 他很聪明的 因为在那个 我们有一个天灵盖 有一个小孔 剥开盖 就剥开 然后用油剥开盖 那些猴子还在动 动动 还没死得很快 我自己看完 我已经 你们不要搞我 真的没有办法 看 看的 那些经验都还可 但是很残忍 你吃了多好都没用 简直是一些很残忍 有些里面的食堡 有些小孩子 吃完小孩子去煮 就是那些胎 不是真的胎 在网上 我留意过这些身体 真的我自己去拍这么多地方 有时候 他有些做出来 我自己就没办法去 去容忍到 其实是 因为我们本身 就不流行这件事 是的 没错 而且他们说的二形保形 是不是真的这么二形保形 可以吃鸡脚 又说可以 保脚 道家上来说 真的有这件事 耳形保形 好像你经常说 一夜情 他就吃鸡脚 他就 一夜情 不是 是要说他 他吃 他保身的东西 他比如说 吃脚 好像你所说 吃脚 鸡脚 他就很脚骨力 吃黄鲜 黄鲜 小孩子最流行 黄鲜给你饭 煮饭 吃了你的腰骨就好了 你多麻烦都不害怕 耳形保形 不怪我 我经常吃鸡胸 所以你的胸汗很大 所以决定下年生日 我会送一罩给你 特别给你鸡胸 特别给你的罩给你 KT 我想跟你问一件事 是 你平时吃饭 你会想到一个环境里面 你很喜欢去光 还是暗 其实是跟谁去的 跟谁去的 看日子 因为通常都很简单 譬如吃米饭也好 烧尾也好 煲饭也好 其实很简单 我也很随便 只不过是那一刻 会告诉你 想不到 是突然一片空白 就像现在那样 不知道吃什么 但我很直接 我喜欢地方更光亮 即是你不会做光晚餐 我也会 我喜欢光亮 我会觉得 那个地方坐下 那些灯都暗 吃完就会 还有眼眶 是这样的 还有会不会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因为一个地方吃饭 会的 你有时候去一些陰的地方 譬如我们也有些秘技 比如举个例子 不要说说玄学 你吃也要吃得安乐 吃也要说安乐 对不对 吃得是福 你现在要去那个地方 我就喜欢会坐在一边的位置 不要说太暗 如果旁边有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景 我最喜欢 那怎么也不会 例如在门口 你的背部坐在门口 人家打架 你都不知道 原来 即是说 我们在玄学说 没有靠山 你吃饭也要说靠山 你想想 如果那张桌凌丁丁 你自己去射 总是觉得都不舒服 那些人走来走去 你都不舒服 如果你坐在那边 吃东西 你会觉得舒服很多 譬如如果去一间餐厅吃东西 最有利的位置 应该是 通常来说 进了门口 你又能看到门口 如果能够 在那个地方靠边 没有东西阻止 或者靠墙 那就比较好 即是俗称 卡位 因为人很有趣 还有卡位 你走在卡位 又是一个好的 所以你记住 人很靠左边 很有趣 这是人性 当你有一个地方 或者是赌场 也好吃饭也好 你一走进去 你会发觉 它当然是被你在左边进去 你自然会走在左边 这是人性的惯性 关系 那我们特意去右边 会没有一点呢 那又不是的 右边上来说 你自己没有那么顺 所以来说 吃东西 你留意 我们去看的时候 又去哪个地方 人一走 很顺自然 就在左边走进去 很少说是棘手进去 顺时针和逆时针 是的 没错 有没有试过在食上面 有遇过灵异事件 有的 都是离不开的 我试过一次 舔叉烧 不是 舔叉烧 这件事来说 很多时候 例如我们去吃 例如去那些地方 太阴陋的地方 我们真的有时候 不要在那个地方 去吃一些太古灵精怪的东西 有一次 我和一些朋友去 他又在国内的地方 他们坐在那里 因为有些人认识他 他怕别人知道 走到角落那里 你猜叫什么 叫龙虎鳳 什么叫龙虎鳳 不知道 龙虎鳳有猫 有狗 有鸡 蛇 他把那些东西 弄在大秋 那天 不知道是真的 那个日 我们算那个日 那个日是危日 他是刚刚坐在那个位置 坐在角落的位置 吃的时候 他就觉得 整天说有东西 在他的脚落在那里 我们看不到有东西 然后立刻不吃 立刻不吃 那其实我真的 多谢你了 你叫我都不知道怎么吃 我根本就 不喜欢吃 也不好意思 因为他请 我还在想着 如何脱身呢 还在想着 突然有东西 他肯定有东西 在脚落来落 我说 我是不是 看着我看不到有东西 我真的看不到有东西 不过他真的 整天说有东西 我都是不对路 可能吃这些东西 不太好 我们走 这样才能走 我告诉你 那次真的很记得 但是这么灵意的东西 是很难吃得下饭的 送饭 怎么送饭 如果真的避不过 就叫饭来送他 不是 都不吃了 都说他不正吃了 那如果你对舔叉烧 有什么看法 舔叉烧 是由很多人去说 在阴灵的地方 为什么你去拜神 或者有一些去拜阴灵的人 很多时候 有时候买烧肉 或者买叉烧 就是这样 曾经有很多传闻去说 其实舔叉烧是什么 是说阴灵 在那里买叉烧 那你就做完 就给你吃 是的 譬如 可能掃墓的时间 你都会那些烧肉 你放在那里 好了 拜完神了 然后你就会拿来吃 不过这个 有些迷信的说法 其实也不是 因为你叉烧跟烧肉 也是一样 但是通常来说 我们去制阴灵的东西 通常都不吃 我们都叫别人不吃 就是其实 就不应该吃 是的 不吃的 但是又要分裂 譬如说 你去制阻 一群人拿烧猪去 它就是说 香压分 太公分 豬肉那些 那又不同 因为它是用另一个方式 去制制 制祖 譬如说 你去制一个人 制一个人 就是普通的 就是以故先人 没错 那你那个是团体性 又不同 团体性 你的阳气很重 所以你的东西 就可以这样吃 但是上来 要单一个 去制一个 譬如说 一个 亲人 或者什么 通常都不会吃 那我们也多谢 司徒法政师傅 今天上来 好 讲食的 看回到五味人生 也是这么冷 北市是考三次 不是,我只是考一次 北市、掉头和泊车也是一次 但路市就是三次 如果北市也要考三次 说真的 接近是不死没用的 我以前最深刻就是减肥 减肥 不准吃东西 不准吃东西 要在一个月内选择数目 然后你要穿一些健康的泳衣 那些有些肉都不行 拍摄的 对,我只知道 如果你没有选择 就死了 死了 因为我之前也拍过写真集 也有穿过比基尼的 我要知道它是否拍出来是健康 让我看一些记者 如果是不行 这个好色情